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是你能制造什么 而是需要什么去制造 不是你像我举个例子 小房车 中国造出来的小房车 中国这个服务体系也拿出来 我们在90年代中 我们学生作业就提出这个方案来 但最后没有形成 没有形成的原因就是 整个流程或者产业链没成熟 MIT在三年前四年前也就有这个方案 但到现在没拿出来 可是我们呢 急功近利 马上拿出来 资本马上跟上 野蛮生长 什么原因 好像我解决了 制造出来了 但是真正的服务链呢 所以现代的意识 不是先制造 后流通 再使用 再回收 是一个整体的问题 所以这里面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思考 我们现在思考就是什么 中国的文化 要自己影响 中国文化自信问题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就是说 我们的文化自信 我们的文化形象力 怎么塑造的问题 我81年到德国去 听说我是每次选过来的 说你能不能去表演中国话 我说可以啊 但是我肯定没有带宣纸的毛笔啊 我就在德国 跑遍了德国 他们帮着买 买不到中国的宣纸 一个老华家要告诉我们了 说柳先生 你不要说宣纸 你说日本纸 我就在那个小镇 马上买到了宣纸 拿出来的一排几十种 安徽宣纸 你说中国文化形象是什么 他的商品中文化 做的橱窗里摆的 还是满街的大辫子 你说这个三十年过去了 现在国外老百姓 对中国的认识是什么 别的不能说 相信在座有很多出国 你看过中国的餐馆吗 你进到中国餐馆什么形象 黑洞洞的 对不对 门口一个观光 往来倒了红灯笼 上面的顶子是笼的缝的 吃的菜 加了酱油跟味精 再看看千尔汤 都是城乡结合部 所以中国的文化是什么 我们现在打中国牌 拿什么打 一带一路 你还卖丝绸和陶瓷吗 那个时候是为封建的贵族 外国人要占有 来显示豪华 现在还卖这个不行了吧 那卖什么 这不是理工科和艺术物的问题 中国到底要做什么 是定位的问题 不是解决细节 技术的问题 我们要有自己的思考 所以工业设计 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那么观念改变 紧接的就是 我们整个的 所谓的顶层设计 我们的结构要调整 所以现在转型升级 不是等于说 我去年做的是麦克风 今天做机器人了 就是转型了 那不是转型 那是转产 可大家都这么理解转型 转型的话 讲了十几年了 我们到底理解了多少 什么叫转型 转型是非常难的 是要动观念的 所以这个工业设计 你看为什么在中国 工业设计推广起来 过程四十年了 进展了 但是相对缓慢 为什么 难以被大家接受 因为作为上面 它想的工业 那就是生产力 GDP会带来 对吗 太不完全了 你对老百姓说什么 我要享受 我要时尚 我要酷 我要炫 而我们先工业设计 提倡什么 是大家整体水平提升 不要去追求这个 光怪陆地的东西 那个都是转型的 就像我们说冰山 冰山看得很美吧 但是冰山海平面 下面那块看不见的 那个是关键 是我们国家 中国方案 就是基础问题 如果这底下块没有了 上面很快就没有 这就是恰致中国人的传统精神 要撑下心来了 明白 我明白 前人众树 后人乘凉 是 咱们现在整个大家都希望 今天众树 明天乘凉 撑下心来做大事 十年磨一剑 感谢观众树 明天乘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